我们今天请的嘉宾都是达人中的达人 顾名思义都是异于常人 特别了不起 那么今天来了一位高人何方神圣 来有请刘伟 欢迎刘伟 这几个跟你都认识吗 都认识 都认识是吧 我徒弟我儿子 这个见到刘伟特别的开心 现在郭重身份 第一他是达人秀的冠军 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吧 第二他是歌手 哦 歌手 第三 钢琴演奏家 第四 影视演员 第五 世界基尼斯记录保持者 第六 慈善家 第七 爱听象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最近特别的忙吧 对 最近还挺忙的 拍戏呢是吧 现在在拍电影 什么戏呢 是一个青春励志吧应该算 然后里面的人物性格是我自己 然后有一些故事可能引用的别人在 很高兴刘伟能够来到我们的有话好好说 我就是今天就来看您那头发来 哈哈哈哈 你知道吗 我原来留过你这样的头发 后来实在的不好看 好吧 我信了 现在来说 长一点都觉得难受 聊聊聊去呢 我们就要问一个老问题了 虽说不礼貌 但是也想跟你聊一下 当时是怎样一个状态下失去双臂的 十岁的时候一个电机商 哦 电机商 对 被电 嗯 光亚电是吧 对 在家属院 就是这个小区里面 有一个违规建设的配电师 然后误打误撞就 第二倍 之后肯定会非常的失落 虽然说才十岁嘛 但是也 他不像一岁 对 十岁他已经能够面对世界了